相信大家在最近都看了女足比赛了 这一次女足切切实实为祖国争了光 在这一届的亚洲女足世界杯决赛中 女足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抱起逆转韩国队夺冠 这是中国女足历史上第九次获得亚洲女足杯冠军 也是我们中国女足时隔16年再次夺冠的时刻 也正因为如此 国人们才这般兴奋 因为这对于国足来说是一个信号 意味着国足迎来了一个转机 女足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 也获得了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和点赞 在中国女足夺冠之后 国人也都表示很兴奋 由此一来和男足就形成了对比 在之前女足的一个球员也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腹肌 很多网友们都表示很眼馋 但这样一来男足的不争气也给放大 但中国男足的选手们也表示要向女足学习 同时女足的粉丝们也开始上涨 在最近相关媒体得到消息 女足结束这次亚洲杯后将于今天包机回国 在浦东国际机场降落 很多粉丝也会去现场接机 相信那时接机的观众会有很多 在女足包机回国消息曝光之后 也传来了男足的相关消息 这次男足输给了日本和越南 这让很多人都表示输习惯了 这一点 他们真的应该向女足学习 光是从男足和女足选手的腹肌照片中 就可以对比出来到底谁在真正努力 这一次女足夺冠之后 女足选手也受到了广泛的观众 其中有一个21岁的女足小将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个小将被称为小孙文 名字叫张灵艳 张灵艳出生于2001年 在2013年入选了女足少年队 在2013年6月6日的U14女足亚锦赛小组赛最后一轮 只有13岁的张灵艳第一次上演了帽子戏法 在今年的女足世界杯中 张灵艳跟随着女足以3比2的成绩战胜韩国队 拿到了冠军 之所以被称为足球小将 是因为她在13岁的时候就能上演帽子戏法 为此也被亚足称赞为小孙文 在还没有夺冠期间 其实大家对她都十分陌生 只有水庆霞在把她招进了国家队之后 才真正意义上发挥了作用 并且在今年的比赛中 张灵艳凭借一个人搅乱了韩国队一整条后防线 也为球队制造了一个点球 最终实现了逆风翻盘 随着张灵艳的逆风表现 亚足也发文胜赞张灵艳在球场中的表现 还拿她和孙文做了对比 这也是为什么她被称为小孙文的原因 虽然能力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她现在才21岁 后续还会有大把的机会去比赛 相信在后续她也会超越孙文 但也就是这样一个人 贾秀全却不知道她 这是怎么回事 张灵艳在这次随着中国女足队夺冠之后 被很多人关注 并且也接受了媒体专访 但在媒体专访中张灵艳说了一些话令 很多人表示很遗憾 张灵艳表示 自己之所以能像现在这样成功 是因为有水庆霞指导在 她才能进国家队为国争光 但之前的教练员都不知道她的存在 这番话看似无意实则有意 这话相当于打醒了上一届教练员贾秀全 也就是说如果贾秀全能及时发现她的话 或许不会出现之前惨淡的成绩 而水庆霞指导对国族的形势分析得十分透彻 张灵艳这才有机会进入到国家队 拿到如今的冠军 看到这里 或许贾秀全也会有愧疚感吧 一直以来错过了一匹真正的黑马 中国女足在这次的世界杯比赛中夺冠 但这对于她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她们要面对的挑战会很难 还会有更多的比赛等待着她们 因此她们不能掉以轻心 连同张灵艳也是这样 与此同时男足也同样不能放松自己的状态 目前女足已经超越了她们 男足应该更努力训练技巧 才能慢慢同女足并肩 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大家对张灵艳在这次比赛中的表现怎么看 关注体育圈瓜总 了解最新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